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心假意的朋友还有看不起你的亲戚 和亲戚相处是一门学问 走得太远关系会淡 走得太近恩怨是非就多了 想进一步就必须先推一步 关系再好也必须把握好度 不要和亲戚走太近 否则只能是渐行渐远 首先我们要做到远离亲戚的隐私 在知乎上有个问题是 中国式亲戚在哪些方面让你感到最恐怖 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 你的每件事都能够成为亲戚的谈资 并且他们会投射自己的感情色彩 添加自己的猜测 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名35岁的女博士 因为害怕家人和亲戚催婚 特地向领导主动请求过年值班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越来越不喜欢走亲戚了 就是因为每一次在饭桌上 都像是经历了一场大型的人口不差 上一辈的人缺乏隐私观念 他们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 更喜欢以传播别人的陈年糗事 来拉近距离 朋友跟我说起过一件事情 他小姨半年前 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 他向儿子今年准备高考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瞒着所有人 两个人还是假装夫妻 去年年初小姨家请客 有个亲戚在他们家里左瞧右看 不巧的是 被她从橱柜里翻出了文件袋 里面装的就是离婚协议和离婚证 她偷偷地拿着离婚证 去问小姨的母亲 不知情的母亲 被气地跑去质问女儿 在小姨和母亲对质的时候 这位好事的亲戚 还在跟其他不知情的人解释 后来小姨的母亲高血压发作 进了医院 她离婚的事也闹得人尽截止 更过分的是 这个亲戚经常在饭桌上 莫名其妙地提起小姨的事情 说要给小姨介绍对象 最后朋友的小姨 跟这个亲戚断了关系 从此之后不再往来 亚历士多德说 谈论别人的隐私 是最大的罪恶 不知自己过时 是最大的病痛 一个人的家是私密空间 不是公共场所 没获得允许 那就是侵犯 不翻别人隐私 和不问别人工资一样 都是衡量一个人 是否体面 是否礼貌的标准 没有人会喜欢别人 谈论自己的私人感情 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 反复提起自己的私事 亲戚虽然比外人近 但也无权干涉隐私 哪怕出发点是好的 触犯了礼数 那也是伤害 远离亲戚的隐私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分寸和修养 在奇葩说里 陈明老师讲述了一个他父亲的事 他父亲在那个年代 通过自己的努力 搬到了城市 后来十几年一直做警察 混得还不错 于是经常有一对亲戚上门 求父亲帮忙安排工作 解决户口 甚至还有人求父亲帮忙 介绍对象 后来陈明的父亲终于发飙了 别认我这个亲戚了 之后四五年里 陈明家和这些亲戚没有走动 出乎意料的是 关系却比之前更亲厚了 陈明在平凡的世界里曾说过 人和人之间的友爱 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 小时候经常把亲戚儿子 看到美好而重要 等长大了 开始独立生活 才知道亲戚关系 经常是庸俗的 互相设法沾光 沾不上光就翻白眼 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也经常是亲戚们造成的 前几天朋友说了一件事情 他大旧的女儿漂亮又聪明 只因为是二婚 只能将就地找了个女婿 早年前 女婿跟着兄弟去昆山 开了个中介所 第一个月亏了一万多 第二个月刚赚了三万 就立马下了些钱 订了一辆那年鲜亮款的别克 只付了首付 与共要四千六 谁知没过多久 因为无证经营 中介所被勒令关门 他女婿成了无业游民 刚好那段时间 大旧的女儿生了二胎 夫妻二人一下子 没了经济来源 两个人转手把车卖了 花完了首付借的钱 还欠车贷六万多 大旧的妹夫 开了一家无留公司 生意做得很大 因为心疼两个小伴 就让女婿前来帮忙 每个月开工资八千块 结果第一个月 女婿送货的时候 就撞了人 第二个月蹭了一辆新奥迪 前前后后 花了两万多 再解决掉 大旧的妹夫 发现这个女婿 非常不靠谱 不光是经常请假 她负责的货车 也经常出事 还因为她跟不少客户撒谎 丢了一张十几万的大单子 上周她卸货的时候 一不小心 把人家定制的玻璃 全给摆了 客户比较难缠 要求赔款五万块 全是大旧的妹夫 一个人掏钱 后来我问朋友 为什么不辞退她的 她说 这毕竟是亲戚 辞掉了 关系也晃了 这天底下最复杂的事情 便是掺杂着感情纠葛的事情 周总理曾说 人有热心肠 招揽时非多 人生中有四大都管闲事 扶烂泥 雕朽木 翻咸鱼 烫死猪 远离亲戚的私事 有原则地帮助他们 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也是最好的礼貌 以前有一个侦探节目 讲了一个案例 在一个亲戚的婚宴上 老人发现自家儿子 儿媳和孙子都没有到 回家一看 儿子一家四口 全部被杀 经过警方调查 杀人凶手 竟是儿媳妇的新妹妹 原来姐姐是靠着妹妹 曾经借过的一笔钱 做生意发了财 但是姐姐并没有给妹妹分红 妹妹心生怨恨 这世上每个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恶魔 有些人会希望你过得好 但你必须过得比他差 妹妹嫉妒姐姐 一年之前就开始 计划着报复姐姐一家 她以为杀了姐姐全家 财产就会由自己母亲继承 那么最终会落到自己手里 案发前一天 妹妹向姐姐讨要五百块的工资 被姐姐拒绝了 于是妹妹喊了外甥女儿和外甥 联手杀害了姐姐一家四口 手段机器凶狠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 不要向别人借钱 向别人借钱会使你丢弃节俭的习惯 更不要借钱给别人 你不仅可能失去本金 也可能失去朋友 有很多账 一旦掺杂了人情 就变成了糊涂着 有句老话说 亲戚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在金钱面前 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 再好的关系 也可能土崩瓦解 而在中国最容易因为借钱 死破裂的就是亲戚 人为财死 鸟为失亡 远离亲戚的金钱 是一种人生智慧 也是维持关系的第一法则 苏家周冲有句话说得很到位 一个人如果碰上几个熊亲戚 生活的幸福值就会直线下降 在热播剧都听好理 苏明玉的舅舅 就特别喜欢拿长辈说事 苏明玉的母亲生前 特别疼爱这个弟弟 花钱给他找工作 给他买婚房 就连他儿子上学的钱 都摊在了苏家头上 甚至还说 他儿子是明玉的表弟 表姐有钱了 就给表弟花 这理所当然 后来这个舅舅 为了要回借给外甥的三万块钱 打脑办公室 害得外甥丢了工作 在拉扯过程中 他儿子脑袋受伤 便开始讹诈苏家 要求十万块的医药费 强行入住了苏大强的新家 苏明玉把母亲生前的账本 翻了出来 他们家这些年里 总共欠了苏家二十万 他还在说 我姐记账归记账 可他从没说过 要我还这笔钱啊 曾广贤文里 有这样一句话 说透了亲戚间的扎心真相 穷居闹事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远亲 在中国 亲戚是最缺乏界限感的一群人 他们经常会借着血缘为名义 进行道德绑架和掠夺 不是所有亲戚 都是亲人 张爱玲曾经这样定义过自己的亲人 不管和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这世上的亲人只有一种 那就是关心你 心疼你的人 反之一人 真正的亲人不是血缘关系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是否真心待你 远离道德绑架的亲戚 愿你的生活既有软肋 也有盔甲 俗话说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距离产生美 其实就是彼此尊重 能够随时退一步的海阔天空 和亲戚走太近 容易欠上人情债 在亲情和恩情的纠缠中 永远没有两清的时候 血缘是命中注定的 无法舍弃 守得住距离 才是处理感情的最好办法 生活上和亲戚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看望他们不作逗留 在心理上和亲戚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不会因为太烫而伤了自己 也不会因为太冷而两了心意 人生如此要有度 感情如面 别越界 千万别和亲戚走太近 只有保持住恰当的距离 这段关系才能温暖的长久 我们共勉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如愿而至 感谢您的观看